所以佛才讲 我们吃多了有五罪 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 我们吃多了第一个就是想睡 吃饱饭了就想睡 第二个吃多了 就是多病 第三个吃多了 就是有男女周外那个欲望 第四个吃多了 就是因为有病又想睡又有欲望 所以不能歌颂经典 第五个吃多了 所吃的东西都是地生长 我们跟地觉得远很深 脱离不了这个凡尘 所以吃多有五罪 所以佛才自定 自定够五不食 经过五十了就不吃 要到明天早上五点以后才可以再吃 很久 所以那段时间 肚子一饿了精神很好 精神好就是修道 努力的去回光返照 照见自己兴奋之中 有什么污垢 要赶快把它去掉 努力修就容易成就 所以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精神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佛就讲 说弟子们都贪吃 贪食够饱 这样会有病 不要贪吃 各位先生吃的太饱会怎么样 吃的太饱了以后 第一个很难受就是肚子 肚子就很难受 吃的太饱了 腿有的有 各位有没有那个经验 肚子这样腿有的有看吗 那要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走走一万步 才会笑话 各位知道走一万步要多久吗 我们这个以平常的适度 一个小时可以走三千步 一万步你看 三个小时才走九千步 就要三点多钟到四点钟 才好走一万步 每天都走一万步的话 健康有保固 所以要学 就是学着 没事的话就走一万步 好多毛病都去掉了 一些病都不见了 那历断 历断 吃饱就想要多一面 那个毛病会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人士 很多都是胖的超过厉害的 所以我也在讲 他们为什么胖的那么厉害 就是喜欢吃那个炸鸡排 那个美国直接进口 从那个冷冻柜直接进口 他为了要养那一些畜生 就是用生长级数 使他长得快一点 才可以卖钱 然后那个生长级数 都在那一些肉的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吃进去 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 生长级数 所以就一直生长 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人了 不是很多吗 南部好像比较少 隔前去北部看看 哦 好厉害 那个胖的真的是超厚 看了都负担 那个心脏 我们要了解 那个太胖的话 心脏的负担很重